闖入两只猕猴其中一只嘴巴已经掉了食物 当时婴儿床里还坐着一名一岁多小男婴 发现猕猴超傻眼 因为男婴害怕大哭 妈妈事后去看画面才发现 猕猴打开纱窗跑进来找东西吃 事发在高雄古山区柴山附近的民宅 妈妈说当时在浴室帮双胞胎女儿洗澡 想说让家里通个风开窗 没想到却被猴子趁机 开纱窗闯入放食物的地方 被翻得一团乱 妈妈事后越想越害怕 已经不安全了 因为最早之前她是不会进来的 今天推小朋友出门去买早餐 我们连早餐都不敢挂在挂锅上面 由于住在柴山底下 附近都会有猕猴出没 防猴措施少不了 当事人除了内外都有家装铁丝防猴攀爬 里面连了好几道安全锁 在柴山附近住不安心 这位妈妈希望相关单位能想想办法 必要的时候也建议民众在居家 可以做好铁窗 避免弥猴的入侵 庄山大学他们有研发防猴杀窗 内扣是在里面的 防猴杀窗长这样 不锈钢材质 内部还夹锁螺丝 可以从屋内反锁 至于附近其他居民 有人在窗户加装金属铁框 也有人干脆不开窗 就加装这个门空气 力量就比较大一点 它就比较不好拉开 毕竟是人猴居住环境重叠 想避免冲突发生 在门窗上下功夫平日多留意防范 防止猴子有机可乘 静新闻林清杜云杰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